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卡之欧15分钟云丹小学堂 15分钟让你学习一个新的主题,轻松而无负担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Python课程系列的第五单元 将Python程式打包成ese執行档 今天要介绍的课程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如何在Python中安装PythonInstaller套件 如何设定PythonInstaller的Path环境变数 第三部分,如何将Python程式打包成ese執行档 卡之后使用的操作环境 电脑执行的是Windows 11作业系统 使用的整合开发环境是VSCode 在课程开始之前,请确认你电脑执行的是Windows作业系统 需先安装Python与Visual Studio Code 若还会安装Python与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看卡之后的Python第一单元课程 Python介绍与安装 在课程中所提到的资讯以及相关网址连结 将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说明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卡之后写了一支乘法表的Python程式 如果要将这支程式分享给其他人使用 一般的做法就是要在执行这支程式的电脑中 先安装Python,然后才能执行这支程式 除了安装Python外,使用者还必须知道 要输入python-times-table.py指令 才能执行这支程式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也为了让程式能够普及 最好的方式就是将Python程式 打包成能在Windows环境下执行的ESE执行档 再将ESE执行档分享给其他人 这样就能使没有安装Python的电脑 也能执行这支程式 所谓的ESE就是Execute的缩写 也就是常听到的执行档的意思 在Python中安装PythonInstaller套件 要将Python程式打包成ESE执行档之前 必须先在Python中安装PythonInstaller套件 在Python中是使用PIP指令来安装Python套件 PIP的原文是PreferredInstallerProgram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首选的安装程式 现在移到VSCode下面的Terminal视窗 输入PIPList指令 然后按下Enter 来查看目前安装了哪些Python套件 确认还没有安装PythonInstaller套件 现在输入PIPInstallPythonInstaller指令 输入完Enter 现在系统就开始安装PythonInstaller的套件 安装完成后再输入PIPList指令按Enter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PythonInstaller套件已安装完成 安装的版本是PythonInstaller5.6.1版本 现在输入PythonInstaller-h的指令来查看这个指令的说明 输入完按Enter 现在画面出现无法辨识PythonInstaller指令的说明 那是因为PythonInstaller并不是安装在目前我们所在的资料夹中 现在输入PIP-showPythonInstaller指令 输入完按Enter 找到Location的路径资讯 用滑鼠将它的路径标示下来 按下Ctrl-7组合按键 将路径复制下来 现在按下Windows加1组合按键 开启档案总管 在位置栏 按下Ctrl-V组合按键 贴上刚才复制的路径 按Enter按键 点选左边回上一层按钮 再点选Scrippers 资料夹 就可以看到PythonInstaller.ese档案 点选档案总管位置栏 现在所显示的就是PythonInstaller程式的存放路径 将这个路径复制下来 按滑鼠右键 点选复制 回到VSCode的Terminal四窗 按下Ctrl-V组合按键 贴上刚才复制的路径 在后面紧跟着输入 斜线PythonInstaller 空一格-h 输入完按Enter 就可以看到PythonInstaller的说明 现在我们要先解决PythonInstaller程式的路径问题 也就是在以后只要输入PythonInstaller的指令 就可以执行程式 不需要再输入前面的一大串路径 可以利用Path的环境变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设定PythonInstaller的Path环境变数 接下来介绍如何将PythonInstaller档案的存放路径 设定到Path环境变数中 点选开始,点选设定 点选左侧系统 将系统右侧的画面移到最底下 点选系统资讯 点选进阶系统设定 在系统内容对话方块中 点选环境变数按钮 在系统变数区域里 找到PathPath变数名称 点选编辑 在编辑环境变数对话方块中 点选新增 按下Ctrl-V组合按键 将刚才复制的路径 直接贴上来 点选确定 然后在环境变数对话方块中 点选确定 在系统内容方块中 点选确定 将设定画面关掉 现在先将VSCode程式关闭 再重新开启VSCode程式 重新读取环境变数 现在再直接输入 PythonInstaller-H指令 输入完按enter 就可以查看指令的说明资讯 现在开始就不需要再输入 PythonInstaller的存放路径 即可直接执行PythonInstaller指令 将Python程式打包成ese执行档 现在开始要来将Python程式 打包成ese执行档 输入PythonInstaller 空一格dash大写的f 再空一格 程式名称 再里设timestable.py 这行指令 输入完 按enter 开始将Python程式打包成ese执行档 当看到Completed successfully 字样的时候 就表示程式已经完成ese执行档的建立 现在将VSCode的程式关闭 来验证一下是否不需要Python的环境 就可以直接实行 按下Windows加E组合按键 开启档案总管 开启Python程式的档案位置 支行打包后 会看到PythonInstaller程式 建立了一个timestable.spec档案 以及build与dist两个资料夹 dist原文就是distribution 也就是发行或发布的意思 如同dist市面上的艺术一样 建立好的ese执行档 就会放在dist资料夹中 进入dist资料夹后 就可以看到可以在Windows环境中 执行的ese执行档案 datumstable.ese 宽量滑鼠左键两下 程式立即可以在Windows环境下执行 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将这支程式分享给所有人 不再需要担心对方没有安装Python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介绍 若你喜欢卡州的课程 请订阅卡州的频道 别忘了按一下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卡州新的影片通知 还有别忘了按赞与分享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